二战后,德国为恢复人口用尽浑身解数,一度在国内引发可怕的婴儿潮,其实施的生命支援计划,一度让很多德国女性羞于提及,更是让日本都甘拜下风。 那么,德国恢复人口的办法都有哪些?生命支援计划又是什么? 进入主题之前,希望您可以长按点赞两秒,并关注一下,给我一个支持。 在二战开始前,日本人口突破七千万,德国人口为六千七百万,虽然两国的人口差不多,但等到二战结束,即便他们的国内人口数量都呈断崖式下跌,德国的人口情况相对日本而言却更为严重。 所以,为了快速恢复人口,德国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,甚至还使用了和日本同样丧心病狂的人口恢复措施。 那么,日本究竟是如何恢复人口的呢? 在二战期间,日本除了对我国发起战争外,还去挑衅美国,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 可见,日本在二战中所出的利益不在少数,但它站在非正义的立场上,注定会失败。 随着战线越来越长,僵固多个战场的日本有些应接不暇,最后不仅惨败遭到审判,军队伤亡也非常惨重,导致国内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比5。 战后,日本为了改变这种不平衡,快速增加国内人口,废除了一战后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,转而公然鼓励人口生育。 他们在国内大肆鼓吹早婚多育兴国的理论,对日本女子进行笑话,让他们能心甘情愿地结婚生子。 同时,日本还将国内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整体往下调,直接降低到了13岁。 13岁的女孩,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,这么早结婚,对女性而言并非什么好事。 更何况,13岁还是上学的年纪,对于结婚生子还没有多少概念,这种增加人口的办法未免太过偏激。 但日本高层为了追求人口增长速度,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,他们甚至还强制规定,如果日本女子在13岁以后还不结婚, 那么就必须要上交一笔数额不低的罚金。 战后的日本,其所拥有的工业技术虽未遭到摧毁性打击,但国内的经济早已崩盘,因此很多日本家庭根本没有多余的钱,用来缴纳这么多的罚金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生存下去,许多父母只能忍痛将女儿早早嫁出去。 此外,为了让民众们能在快速恢复人口这件事情上团结一心,日本不仅从贷款、就业、税收、物资供应、补贴、精神鼓励等方面给予他们支持, 鼓励早生多省,还将各种思想灌输给日本女性,潜移默化地劝述他们多和男性接触,然后结婚生育,给国家做贡献。 无独有偶,早在明治初年,日本就制定了富国强兵职产兴业的方针,为了满足充实军备,扩大生产所需的兵源和劳动力,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奖励的生育政策。 在这些政策的洗礼下,许多日本女性对帝国主义思想逐渐产生了很深的执念, 因此,在面对二战后国家制定的这一系列政策后,他们纷纷站出来表示知识,有些人甚至还表示,他们的孩子生出来后,就不再是他们的,而是国家的。 由此可见,许多日本女性在多年的思想灌输下,早已将结婚生子这件事,当成他们所背负的责任,只为能给国家强盛做贡献。 因此,在丰厚奖励和思想的洗礼下,战后日本的人口恢复得非常迅速。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外,日本还有一个措施,是专门针对生孩子的,那就是要生育五个孩子,如果没有生购,那就会有相当高额度的处罚金。 生购了,就可以得到一笔奖励。 说白了,在结婚和生孩子这两点上,日本都采取了讲诚制度,看似讲究自愿,但实际上都是强制性的。 此外,因为国内男性人数太少,所以为了让日本女性能最大化地提高人口增长速度,日本还让这些女性跟其他国家的男性生子。 例如,在二战结束后,日本虽然战败了,但却也迅速当起了美国的小弟。 为了巴结美国,他不惜将自己国家的大部分女性送到了驻日美军的军营当中,美军也是不负日本的期望,在驻日的十年间,至少给日本增添了将近二十万的混血儿。 不得不说,日本为了恢复国内人口,已经不论是非情有,更不够后果。 而日本女性为了国家的发展,也是牺牲了自己的一生,也许他们有些人是心甘情愿的,但客观来讲,这种爱国行为太过盲目。 日本此番恢复人口的政策,在国际内遭受了很多国家的谴责,但也有一个国家很特殊,选择与这些国家背道而驰,不仅没有谴责日本,还学习并取用了日本的这些做法。 而这个国家就是德国,在二战还未爆发前,德国已经在一战中丧失了两百万的青壮年人口,直接大幅度拉低了国内的幼儿出生率。 而日本作为一战中的战胜国,仅仅丧失了数千人,其影响比德国要小得多。 因此客观来讲,彼时的德国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,其人力资源储备并不足以它再参与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。 可在二战之初,德国想得太过美好,他希望这场战役可以以闪电战的模式迅速结束,并且把人口损失,控制在一战规模以下。 但结果并不如德国所愿,二战所造成的人员伤亡,几乎耗尽了德国国内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青壮年劳动力。 战后的德国,唯恐自己遭到苏联的报复,为了防止极有可能重新爆发的战争,他觉得必须要将自己的实力给尽快构建起来。 所以,德国使用了和日本同样的办法,将女性生育和结婚的年龄一降再降。 为了达到目的,德国还专门对此采取了奖惩制度,结婚早生得多,就给予支持与奖励,结婚晚或迟迟不收孩子,那么就要缴纳一定数额的惩罚金。 虽然此法有效果,但国内男女数量毕竟不平衡,于是德国就开始吸引别国的男性移民德国。 他们向外宣布,只要其他国家的男子愿意和德国女性结婚生子,那么就可以得到德国国籍,同时还会拥有各种各样的福利。 没过多久,德国国内掀起了一阵移民潮,伴随而来的还有婴儿潮。 德国人口变化曲线,开始持续往上浮动,除此之外,早在战争爆发之前,德国就为了保证充足的兵源,采取了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增加人口的办法。 首先,德国和日本一样,像国内的女性,特别是未成年女孩,灌输了生育是为国家强盛做贡献的这一思想。 同时,在战时,鼓励这些女性与德国士兵发生关系,生育新一代德国士兵,在爱国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下,这些办法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效果。 女性为了国家纷纷报名,不少年轻男性被引诱前来参军,且在作战中士气大增。 其次,希特勒自1935年起,就开始推行罪恶的生命支援计划,别名为育婴计划。 希特勒对血统的兴趣远远超越常人,在他看来,只有亚利安人和德意志人,才有资格作为文明世界的建设者。 所以,在他成功将德国前任领导人赶下台后,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野心付诸实践。 他除了鼓吹国内女性尽早结婚,多多声誉外,还倡导军队中的猩鹰与符合条件的女子发生关系,以便创造更多拥有着优秀血统的婴儿。 美其名曰《生命支援》的计划也就此诞生。 1936年,第一个用来实践计划的育婴农场建立,开始了批量生产纯种的亚利安婴儿。 计划一开始,他们就制定了远达目标,希望到1980年,育婴农场能产出1.2亿名亚利安婴儿。 在当时的德国,女性未婚先育的行为属于禁忌,谁要是犯了这个禁忌,又将面临着家人的指责和社会的歧视,承受相当大的压力。 而这一点,就成功被育婴农场利用了起来。 他们为这些未婚先育的女孩,提供了一个可以秘密分娩的场所。 在这里,他们可以享受到优质的产钱服务。 一位曾在育婴农场生活孩子的妇女回忆道,她们就像是公主一样,被精心照顾,生活条件非常好。 当然,育婴农场并非毫无选择地接受每个孕妇,能够住在这里的女子,除了要具备亚利安人的外貌特征外,还要提供相关文件,证明父母均没有遗传性疾病,身体健康,即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。 此外,为了证明自己的血统纯正,她们甚至还需要出示自己祖父母具备亚利安血统的证明。 虽然这个条件非常苛刻,且具有指向性,但在爱国宣传的教化下,当年很多德国女子都疯狂地响应号召,在德国士兵开往前线前,纷纷与她们发生关系。 这些德国女子将自己的行为看作是爱国的表现,只能为给国家生育出新一代的士兵,而在育婴农场出生的大多数孩子都会得到精心的照顾。 不过,按照规定,她们不能在生母身边长大,她们一出生就会得到一份假护照,然后送到一个个德国家庭中接受教育。 为什么会说是大多数孩子呢? 因为能拥有这种待遇的仅限于身体健康的婴儿,如果生出来的亚利安婴儿带有某些残疾和缺陷,它们的结局就注定悲惨,要么被活活饿死,要么被注射毒药。 这个计划一清实施,就出见成效,为了将生命支援的计划贯彻到底。 等到二战爆发,德军在欧洲战场上接连获胜,育婴农场也在各处落地成根,德国在所占领的欧洲国家先后设立了九个秘密的育婴农场。 在这些被占领的国家里,爱国宣传显然是毫无作用,于是德国就使用出一些更残忍的手段,逼迫当地女子与德国军官发生关系,生育孩子,其中受灾难最严重的国家。 当属挪威,1940年,德国入侵挪威后,成千上万的挪威妇女在武力威胁下成为了德军的奴隶,被迫生下了一批又一批符合生命支援计划条件的婴儿。 德国在占领挪威期间也真的是毫不留情,至少在当地留下了大约1.2万名孩子,即便如此,他们还是嫌十月怀胎生育婴儿的速度太慢。 所以,从1942年起,德国士兵就在被占领国家仔细挑选符合条件的孩子,并将他们强行带回德国,使之德国化,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德国的铁军。 据统计,二战期间,至少有25万名被占领国的儿童被德国士兵绑架到德国,但是德国并不负责任,这些被绑架儿童在到达德国后,有很多因为营养不良而早早夭折。 更丧心病狂的是,德国自从开始了这个计划,就对育营农场的生产数量格外在意,他们为了让这些女子能生出双胞胎,甚至是多胞胎,就在波兰的集中营里,利用被关押的俘虏做实验,试图寻找一个能一胎多个的配方。 这项实验最后并没有成功,但却是数十万人因此丧命,其中包括1300多队孪生儿童,等到战争后继,由于整个战局的逐步转变,运营农场的孩子根本等不及长大上战场,德国面临缺少兵员的状况,于是他们只能把那些年仅16期的孩子送上战场,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接受战争的洗礼。 在二战后起,德国就曾出现过一只震惊世界的陆军少年狮,这只德国少年狮的成员都尚未成年,并且为了保证身体每天所需的营养,每人每周要喝3.5公升的鲜牛奶,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婴儿狮,原本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液,在他们这些孩子兵手里,就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。 1944年4月,少年狮被投入使用,他们作战非常勇猛,但伤亡也相对惨重,只短短几个月时间,原本拥兵2万的少年狮就被彻底覆灭,可这还不是结束。 就在婴儿狮覆灭8个月后,苏军的坦克部队进攻在柏林,遇到了4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队员的阻击,苏军元帅朱可夫本来不想和这些孩子动武,试图劝说他们放下武器,但这些孩子根本不听劝。 无奈之下,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,后来朱可夫在谈到此事时,语气沉重,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,只有疯子才这样做。 从这种种行为中可以看出,当时的德国到底有多疯狂,生命支援计划不仅让无数女子遭受折磨,还让许多孩童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,他们有的甚至还没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,就永远停止了心跳。 幸运的是,随着希特勒斯进生命支援计划也彻底终结,可令人唏嘘的是,随着这项计划被爆出,从育婴农场出来的孩子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,身上一辈子都被贴上了屈辱的标志。 而其他国家中被迫与德国士兵发生过关系的女性,非但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照顾和安慰,反而还遭到了更加残忍的对待。 他们有的被游街示众,遭到围观群众的唾骂,有的被直接带到集中营,二度饱数折磨。 可是回头想想,这些孩子和女子有什么错呢? 她们被利用,被舍弃,从始至终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。 从整个二战来看,日德两国女性的命运,在当时不由她们自己掌控,她们的经历无疑是悲惨的。 而日本和德国,不管是在对别国,还是对本国女性,都未曾怀有慈悲之心。 战争是残酷的,更是无情的。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,明白和平的价值和珍贵,同时我们也绝不能遗忘历史,井中长鸣,砥砺前行。